小丑 小丑 好久不见 请教我安妮 王总 好久不见 见到你 我很开心 对不起 我有电话 喂 静雯 喂 小丑 上次跟你说的那双鞋子被我买到了 要不要帮你戴一双啊 静雯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这种侧开拉链了 不然你脱鞋子可麻烦啊 叶静雯 你怎么能放下你的靴子 听我说一句啊 什么 见到王立川了 真的 在哪儿 报纸 电视 还是网上 我见到真人了 快说快说 怎么样 我不是来温州出差吗 他也来了 为青莲山庄做设计 仇人相见 赠外眼红 你打算怎么办 把他狠狠地揍一顿 还是冤枉重温啊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 他 他身边还有一个女人 可能是他的女朋友 小秋 你先别难过啊 先把情况搞清楚 他的手上有没有戴结婚戒指啊 好像没有 好 那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啊 是爱还是恨呢 都这个时候了 你觉得我的感觉还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这决定了我们以后 对付他的方针和策略 如果你还想着他 你就要主动一点嘛 对不对 你要主动找机会靠近他 小秋 小秋 好 那个公司的女翻译门到哪里去了 整个翻译部都被季川给取消了 只剩下艾玛一个人 但是我们公司里有很多东西需要翻译啊 整个翻译这块都外包给了九通公司 那那个艾妮呢 艾妮也是九通派过来的 我以为她是临时翻译 没有 对不起 让一下 她的工作水平怎么样 水平不错 但是毛病也多 什么毛病 好酒贪杯 而且据说她神经衰弱 总是睡不好觉 工作的时候旁边必须摆一瓶酒 这样才能继续工作 不会吧 反正我无所谓 只要到时候能够按时交稿 不影响工作喝多少都行 而且最关键的是季川居然不讨厌她 这个太难得了 李川 你离开上海差不多四年了 是不是也该轮到你 回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了 我只是暂时回来一下 顺便看看老朋友 竞标结束以后我就回去了 好 季川到时候也会被调走 总部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董事长打算让她接手 到时候恐怕她也是脱不了身 那上海这边谁管 我会跟董事长大力推进 好好表现 可是这次泄密的是 青年的标不用担心 掉了不怪你 重的话算你的 怎么样 谢谢 干 来 干 干 干 酒量不错嘛 不错 不错 真厉害 小秋 请叫我安妮 工作的时候请不要喝酒 现在好像是下班的时间吧 下班也不能喝 你是在关心我吗 我是在关心你翻译的品质 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我绝对有关系 凭什么 凭我是你的老板 老板 你 行程 你 行程 行程 老板 我换你的衣服 你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这一带的风景不错 既然来了就好好逛逛吧 专案的部分就不用费力了 我心里有数 立川 咖啡 我只喝不加糖的 我猜到了 我没加糖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朋友在里面 他像身体很差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敲门也不音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啊 好的好的 你整晚都没有睡啊 我睡了 只是没有在床上睡 你答应过爷爷什么 快进去里面休息吧 我八点要开会 我先去洗澡 你什么会都别去了 我当然要去 我上午要勘察现场 下午还有一个投标预备会 我先进去了 喂 陈总啊 我是田小刚啊 小刚啊 你让我们考虑的事情 我们考虑过了 说真的 有家园和GMF 我们的胜算不大呀 既然你们愿意出赔偿费 我们就给家园做一次陪练吧 好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是轰轰烈烈的搞刑事 认认真真的走过场 那个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这可是围标 一旦传出去大家都晚了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好吧 再见 好 怎么样 他们同意了 好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时间真的很紧张 请大家千万不要松懈 好 今天的任务就布置到这儿 立川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这一次的新方案思路 除了张总刚才说的那几条 我觉得人文因素也是这一次设计的重点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第一周 紫禁湖酒店 第二周 青莲剧院 我需要大量的地方文化资料 招标办已经提供了一些 张总也收集了一些 而且我昨天晚上发现 资料主要是当代的 古代的资料我也需要一些 特别是温州的文化历史 风土人情 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 我觉得这些资料 会对我们这一次的设计 有很好的启发 古代的资料就交给安妮吧 安妮呢 她昨天晕车了 我想她现在可能还没醒吧 我想她应该以为 这只是针对设计人员的会 不会吧 我昨天特别强调 除非提前说明 要不然每天早上八点的例会 必须每个人都要到场 她不可能不知道 苏绝 你一会儿去找她一趟 再给她强调一遍 下不为例 好的 好 散会吧 来啦 安妮啊 嗯 你不知道早上八点有例会吗 例会 我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说的 昨晚酒会开始的时候啊 酒会我去的晚可能没听到吧 张总说了 早上八点的例会 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算了 明天千万别忘了 下不为例啊 好好好 哦对了 张总让你去查一下 温州的历史文化资料 要古代的 哦好 那我马上去图书馆和书店看一下 你把资料的标题列个清单 然后让王总过目 他会告诉你具体翻译哪一篇 嗯 好 我知道了 好了 回去吧回去吧 好的 王立川突然来温州 大家怎么看啊 他们的方案已经泄露 针对这个泄露的方案 我们已经做了修改 我认为不用担心 王立川是业内知名的快手 十天内拿出新方案注标 完全可能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王立川四五年没来中国了吧 在欧洲也没什么动静 他这个项目应当只是挂名 这么多工作量十天怎么够啊 看资料熟悉项目也要十天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他的还没开始 就算天才也来不及啊 各位 王立川很熟悉这个项目 他的确 这几年没做什么项目 但是最近又开始活跃了 还拿过一个设计大奖 四年前青年一期的策划案 就是他设计的 只是草稿 而泄露的这张图呢 是张绍华根据这张草稿的基础上修改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个案子 我们必须拿下 只要我们做到知己知彼 掌握动向就能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 他们做的事能让我们知道吗 记住资料桌准备点 我也是这样想的 安妮 去哪儿啊 要不要搭个顺风车 不用了我打车就好 小心点啊 慢点啊 李川 走啊 走啊 好 走啊 我们来坐吧 喂 喂 安妮 你现在去趟现场 我给了王总一批资料 是关于酒店的顾客分析和功能设计 他要带到现场 有不懂的地方你帮他翻一下 好 那我马上打车过去 不用 王总说他来带你 你现在就到大厅等他 他马上到了 好 我知道了 王立川 硬魂不散 好 今天天气不错 你吃过午饭了吗 小乔 你好歹说点什么吧 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见到你很激动 很惊喜 这我可不敢奢望 那你想听什么 说说你自己啊 随便什么都可以啊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你有关心吗 我每天都有汇报 那些邮件你回过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是非常适 小秋啊 就算我们什么也不是 但至少还是同事啊 同事 你以为我很在乎这份工作啊 王立川 我告诉你 我谢小秋 在这个区 在我这个年龄段 是最好的英语翻译 没有你王立川 我一样不用讨饭之后 我一样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小秋 不要叫我小秋 我叫安妮 我们俩之间只是同事关系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我只是 每天早间8点30分 中午10点30分 傍晚17点30分 晚间19点30分 敬请期待 大家普遍认为呢 会议厅和宴会厅应该挨得很近 毕竟开完会就是去吃饭嘛 然后除了中餐厅西餐厅以外 还要加几个小型的风味餐厅 以满足外地人的口味 然后KTV之类的娱乐区 应该也挨得比较近 就这样吗 这个是张总画的功能关系图 分为三款 公公 半公公 还有私密 这个我看得懂 帮我拿一下脚架 我要拍几张照 如果翻译的工作做完了 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去了吧 替我拿脚架 这也是工作 你可以回去了 等一下 这里叫不到车的 等我一下 我马上送你 谢谢 不用了 李琛 安妮 总算找到你们了 原来在这里 你先帮我拿一下啊 这是我昨天花了一个晚上的图纸 是我挖空心思画的 是宇宙风格的 你看一下 宇宙风格 这是宇宙风格的 这种也太太晃晃了吧 喜欢吗 这种跟温州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放 所以才是宇宙风格的呀 它是面向未来的 英国大家 这不是你的三脚架吗 刚不小心掉了 我正要去捡 别 这里很危险的 让我来 帮我拿一下 小心 谢谢啊 你吃饭了没有啊 我忘了吃饭 怎么可以忘记吃饭呢 你看 我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还有水果色拉 还有这个 手丝 谢谢啊 对了 这里有一个 安妮 给你的 很好喝 谢谢啊 我不渴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你们先吃吧 我 我还要拍几张照 不行 你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就工作呢 来 你帮我拿一下 你看 这个椅子呢 是我的 这个呢 是你的 不好意思啊 安妮 不知道你在这里啊 我没帮你拿 要不你先坐在这里啊 不用 李辰 过来 你坐 这儿 这个 杰奈特 就是立川传说中的女朋友吧 跟她一比 我真是样样不如 好吧 立川 你的选择是对的 我现在不过是个满肚子酸水的怨妇而已 知道吗 谢谢小秋 一个女人想和另一个女人竞争男人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自我贬低 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 你就已经输了 糖好喝吗 好喝 那跟之前的味道一样吗 你下次再要吃点什么 我这么吃 谢谢 好 你 上车来 Janette 前面有个书店 我正要去找点资料 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我们车可以送你啊 也不太顺路 我自己去就好了 Annie 上车吧 不用了 再见 你没看到她心情不好吗 她应该是身体不舒服吧 这里还有谁 比你身体更不舒服啊 我看她多半是失恋了 想自己一个人呆一会儿 上车 我没想过 你带我出ский 我只想给我带我们的 你带她把音的音乐 他肯定有顺利 除了 unlimited 我现在以后 你可以ưaria 方圆十里还都没开发呢 好 我先出去一下 慢点啊 能再说相见 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 那时间的迷方 冲淡了遗憾 你要自己撑过明天 不要再眷恋 等有对的人 能跟你穿越 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既约你和我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会成何 和你数到三 就这样吧 昨天 你也认识了 看 你现在 好 我 昨天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坐 淋了点雨 在这边蒸一下 应该蛮好的 这绝对有效 对了 你来GMF多久了 不到一年 我是季川先生的翻译 季川 大boss 你也知道 我跟他们两个都认识很久了 他们两个都挺霸道的 表面上来说 立川比季川好打交道 为什么要说表面上 那 我觉得季川的霸道呢 是表现在他脾气上面 他常常会跟人闹别扭 但是立川呢 就在工作上了 他常常为了一点小事 就跟别人炒番 所以 立川比季川更难对付 是吗 你很快就会领教导 不过你们做建筑行业的 真的是很辛苦 习惯了 通宵赶草图是常有的事 而且要非常精准 一根线一个尺寸都错不得 要不洗手间的水啊 可就要流到客厅里来了 这么辛苦 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职业呢 我有试过学医 学了一年之后还是改成建筑 为什么 想跟立川做同事呗 你们很小就认识了 我们一起上小学的 中学的时候谈过恋爱 那时候他是篮球队队长 我是拉拉队队长 是邻居 我们从小就住在一起的 说起来两颗门牙还是在他家里掉的 那时候啊 我牙齿要掉不掉的时候 你知道很疼到一直流血 然后立川趁我一不留神的时候 把他拔下来 好得我叫了他好久的拔牙哥 不过后来我全家去了澳洲之后呢 分开了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你啊 你相信爱情这回事吗 我 热起来就像火 冷起来就像冰 去了澳洲之后 我们两个就好像事前分裂的板块 永远裂开了 就合不起来了 但是现在不是很好吗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 对啊 这次我找到他之后 绝对不会再放手了 Chenette 这个设计图指定生产厂商 和品牌的名字都不可以写 为什么 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不能写 小和 这张图是你画的 挺快的 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 道路宽度 还有转弯半径 你没有标 第二 退后红线的尺寸 根本没有注明 第三 这两个安全出口 离得太近了 还有第四 地下车库的防火分区在哪里 以后这种图不要再给我看到 这样看来 这似乎的台湾好久比较大 你 到我房间喝杯咖啡吧 我有很好的咖啡豆哦 不了 我 来嘛 这似乎的 你 来 趁热喝 谢谢啊 刚才的会啊 听见立川客我了吧 对啊 他怎么那么凶啊 你像如此 真看不出 这立川呢 平时好好的就好像一颗行星 会规规矩矩围绕着自己的轨道转 一旦有股力量把它推出去之后呢 就变成了哈雷会星 会跑得很远很远很难再回来了 他曾经受过一些打击 所以心灵方面呢特别复杂 一般人很难理解 包括我 来 我这里有个胸针 我觉得特别配你今天这身衣服 来 送给你 那怎么行啊 这一定也是你真爱的 你知道 这胸针啊 我家里可是有一大盒呢 这个呢 是个巴黎设计师设计的 我帮他设计过花园 他非常喜欢 就把这个送给了我 你不用担心 我还有 来 真的不行了 这个太贵重了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那个 对了 我要回去接 接着翻译了 谢谢你的咖啡 明天见 安妮 这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不要啊 可是我的一番心意啊 文化差异 小关 你回来了 快过来吃饭 我的天哪 这个钱 你就给我老公要吧 先生 一共三百四十块 四百 谢谢 不用再找了 其他你当小费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啊 你要喝什么 我给你倒 威士忌 人家等你好久 肚子都快饿死了 等等等等 吃饭 我问你一下 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些啊 是我网上订的东西 我就让他们送到你家来了 看来你已经恢复元气了嘛 那你住完今天就回家 人家才住两天啊 你就赶我走 太不够意思了 我是看你病了 没有人照料的份上 我才照顾你两天 你不要得寸进尺 企图享受非法的权益啊 非法权益 我已经不是你男朋友了 你这样玩暧昧 有什么意思吗 你年纪也不小了 感情的事情 还是认真对待吧 不然这样伤来伤去 最后伤的还是你自己 你爸妈也不管你了 弄得满身是伤 你往哪儿躲 我是有爸有妈 可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他们俩也都很有钱 可是他们都不管我 我每一年都在期盼 我生日那天来的 只有到那一天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会觉得很内疚 然后送我好多好多好多的礼物 所以我从小 就觉得爱 是可以用礼物换 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看 这是我刚买的水晶耳环 好看吗 好看好看 吃饭吧 你吃这个 这个好好吃的 吃啊 快一点了 你怎么不动筷子 那 你不动筷子 喂 静雯 喂 小秋啊 我在发热呢 感冒了 你没事吧 药吃了没有啊 吃了 怕不管用 多吃了两颗 我现在在武汉呢 你跟王力川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啊 没有 她那个女朋友 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她那个女朋友叫 叫杰内特了 然后跟李川是青梅竹马 又是高中情侣 之前不知道因为什么分手了 她们现在正在复合 还有 她跟她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也是做建筑的 那 这不是麻烦了 郁闷啊 就是那个杰内特吧 她又温柔 她对我也很好 对李川也很好 我现在自己都觉得 她们俩特合适 那 你岂不是没戏了 我现在就不想有戏 不过跟你说 但是我现在一看到李川呢 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你说我是不是很贱啊 小秋 爱情的字典里 没有贱这个字 只有无药可救的喜欢 可怜的小秋啊 这样 你别着急 我帮你想办法 好吗 好了 你不要管了 我不想破坏你家的好事 好了好了 那先这样了 不说了 我想早点休息 好 拜拜 拜拜 昨天呢 我和李川先生商议了一下 刚才大家也讨论了 紫荆湖酒店这一块 我们决定还是要用方案三 我们其他方案呢 都先做备选 具体一些细节上的设计 包括酒店内部的装潢 我们还是要等 季川先生回来之后 再做决定 但是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做好提前准备 我 安妮呢 又没到 不好意思 一分钟换个衣服就好 快快快 快点 对不起 气色不错啊 睡得很好啊 好 说吧 资料翻译得怎么样 进展的还比较顺利 比较顺利 你翻译了多少页啊 为什么到现在 我还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呢 我翻译了一些 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我们GMF带你不保吧 给的工资是同行的两倍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你的敬业精神 和高智高效的工作效率 其实我效率挺高的 我前天还熬了一个通宵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可能这些工作量 两天两夜都做不完 说你两句就伶牙俐齿 平时怎么没见你那么能说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市场上 比你优秀的翻译有的是 我们之所以用你 是看在和酒通合作的份上 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 随时可以走人 可是张总 昨天我真的是有一些发烧 发烧 我也发烧了 瞎话张嘴就来 很多的人都看见你这几天 喝得醉醺醺的 你怎么解释啊 我想发不发烧 一两体温就应该知道 而且晚上是我的业余时间 怎么支配 那是我自己的自由 你 作为员工重要的会议 你不参加就是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可以随时给校官打电话 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 如果我撒谎 我甘愿受罚 还有 公司好像从来就没有迟到五分钟 就可以开除员工的条例 您现在做法 未免也有一些无事规章吧 我无事规章 重要的会议你连续迟到 你是不是无事规章 我交给你的任务 你从来没有完成 你是不是无事规章 你是不是无事规章 王总 上好 胡砍 现在再请个翻议恐怕来不及 如果不够的话 就是从酒通那边再找 一个翻议 什么态度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们会议室还没用完呢 不好意思 特定级鉴 那就放下 赶紧出去 没完呢 等等 请先安静一下 这 干吗 请问哪位是谢小秋小姐 我是 各位请安静一下 注意听啊 小秋 我们的灵魂中没有爱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那就像一盏没有烛光的神灯 神灯 只要你点燃蜡烛 我的世界就会出现彩虹 彩虹啊 即使那只是一条非式的幻影 我也会像一个小孩子那样 满心欢喜 欢喜 你的消关 什么关系 谢小姐 你的花 请问谢小姐有小费吗 还要小费 是不是 笑什么笑 恶作剧很搞笑吗 谢小姐 小费你可不给花是你的呀 好 继续开会 叶静雯 到底怎么回事啊 花送到了吧 我说你下次有什么搜点子 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是在帮你耶 好不好 那我拜托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么戏剧心 我今天真的是被你搞得糗大了 李川什么表现啊 我哪有功夫注意他什么反应啊 我光顾着自己生气了 那我钱不是白花了 反正萧官今天也是跟着你斯文扫地了 看他以后怎么报复你吧 还有啊 今天是我的上班时间 大小姐 不是说早上八点半立会结束吗 我的花应该是立会结束的时候准时送到的 趁大家都没走 你在 李川也在 静雯 好好好 送我白毛好了吧 钱白花了 害得我激动了半天 我还以为那些话是李川说的呢 哎呦 拜托 你用脑子想一想好吧 李川认得那么多汉字吗 他就算写也是写英文的好不好 是 我的脑袋是被驴踢了 你就是那只驴 你才是驴 早 小官 早点 今天怎么了 你要走啊 那等一下我拿些钱给你 不用 你的钱你自己好好留着吧 你赚钱也不容易 等一下有人来接我 他在车里等我 谁啊 一个上车公司的老板 谁啊 艾玛 我的钱是不多 但都是我起早贪黑 靠本事赚来的 至少我花得问心无愧 我不像你 你可以跟那些 没认识几天的男人劈腿 就不能努力地管管你自己吗 你就少买几双鞋 少买几个包 就有钱去付你的信用卡账单了 你以为男人都是傻子吗 天底下除了父母之外 没有人会平伴无故地 帮你买单的 你必须问问你的心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 才是你真正想嫁的 你有谱吗 你是在指我错过你吗 是吗 小官 会应对我来说 就像去餐馆吃饭一样 当我自己点完菜之后 我看到我的朋友们 都在津津有味 吃着另外一道菜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 我多希望我能够点的是 他们盘子里面的东西 我无意冒犯 我告诉你 我是一番好意 如果你不想听的话 你以后有什么事 都不要打电话给我 你给我站住 是你自己说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能给你打电话 自从你认识那个谢小秋之后 对我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 你觉得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吗 我有妨碍你什么吗 你觉得谢小秋 他就比我纯洁 比我可怜 比我惨是吧 人家不还是照有没有看上你 这样也不会嫁给你 我跟你说 那个谢小秋 他的眼界比我还高 手段比我还强 他调过的男人 我可能一辈子都调不上 不相信 你就等着看吧 问我是我 你是你 没事扯上什么小秋啊 我明白了 原来我对你的态度就是要变嘛 谢谢你的警醒啊 不 你 走吧 不送了 你干嘛推我 小冠 不要生气了 我东西还没拿 你把东西还我 还我 我东西还没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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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气死我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真的很过分啊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给我记住 你摔我东西 臭小怪 你追不到人了 小秋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小秋 小费有没有给人家 小秋 昨天话不错啊 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诗了 你男朋友好有才华啊 不是的啦 怎么了 吵架了 难怪这阵子看你老不开心的样子 知道吗 女孩子是要教养的 我以前脾气很大的 又爱种人 我记得有一次啊 立川写了封信给我 然后我好开心啊 当着全班同学 全部念出来 大家哈哈大笑 你知道立川怎么了吗 她的脸都发青了 安妮 你 你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了 可能是吃东西一道了吧 没事 没事没事 挺好的了 没关系 真的没事啊 你还没有拿餐啊 我去帮你拿 我去帮你拿 你来点准备 我去帮你拿 我去帮你拿 你拿 水 水 空 担担 小 帮你拿 你拿 我来 你拿 给他 等我 你也打电话来 问你复诊了没有 才刚到温州 爷爷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可以带你去 计创快回来了 你可以回去了 爷爷那边不是也离不开你 我才不回去呢 谁不知道你们两个 从小到大就是狼狈为奸 爷爷才不会放心 你们两个肯定会隐瞒资料的 这怎么可能 就不帮他 我红一个肯定喝 婚离 你会不会 做你的褶子 我忘了 你会觉得 幸好 我 这 这东西就要转门 张总 那个 我今天其实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 我是真的发烧了 而且我就是怕今天早上迟到 所以我才多吃两颗感冒药 结果那个时候催眠作用 可能夸插一下我就睡过去了 夸插一下睡过去了 张总 我今天一定会把资料都翻完的 以后不许迟到 我保证 如果以后再发生如此情况 我自动辞职 少喝点酒 对身体不好 谢谢张总 好 好好 行 好 行 太好了 好 我上次我挑据 我去看 没有 我可以 我可以 算那个 我看 来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师姐 写了一下午 坐下呀 不是 我只是个翻译 先走了 好好好 再见 老板 你怎么不说 是 我认识呢 有点 还不说 你怎么还烦 还有诚意吗 当然有 如果我们之间 还有一丝一毫的诚意 我想知道 四年前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这也是我 对你所有的好奇中 唯一还想知道的答案 当初的事非常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你的答案啊 其实也不难猜 是因为Jeanette 就是因为她吧 知道 是因为Jeanette 谢谢你 李川 李川 你们以前认识啊 我要去画图了 刚才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Jeanette 我的立场从来没有灭过 你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同事 我会像亲人那样关心你 但是也只能怎样 请你原谅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如果你不恨我 为什么老是 老是要避开我呢 我进了GMF以后 你就要求调去上海 我之前去医院看你 你又不让我看 对不起 我知道原谅需要时间 八年了 八年够不够啊 如果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等下去 你什么也没有错 你也不需要我原谅你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理解你的选择 但是你为什么用不必要的 内疚折磨自己 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呢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想回到我们以前 快乐的时光可以吗 你对其他人都不残忍 为什么你对我特别残忍呢 你到底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都爱我的 你心里面一直都爱着我 对不对 我没有要惩罚你 你还是我的朋友 只是我不爱你 我不是你说你不爱我 我不是你这样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我不会再做了好不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爱情到最后 不就变成亲戚了吗 我在这里一直等你 我会一直爱你 我会等你一辈子 我不需要你陪我一辈子 你也千万不要 因为这种想法 耽误了自己 从前 从前的从前 永远永远般遥远 永远永远半遥远 那没垃圾的窗帘 还是投影着 你一只看多个人 试音问简单 乐乐的飞的笑的哭的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说不上什么怀念 只是还没随风 谢小姐 有您的包裹 给 谢谢啊 那一些就信件 那一些就照片 只是从前 从前的 从前 安妮 张总问你资料什么时候发给她 资料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就弄 烦死了 烦死了 吹吹吹你当我这压面机啊 你扔一个面团过来 我就给你压出面条来吗 工作工作工作 你给我这样的工作 你给过我加班费吗 等到几分钟你就冲我发火 我恨死你了我告诉你 等我当了老板 我第一个开掉你 喂 小管 小秋 我那个一开始准备给你打电话的 一看时间有点晚 我怕耽误你休息 那个包裹我已经收到了 谢谢你啊 那是小事 记得吃药 那你呢 工作忙吗 压力蛮大的 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东西要易 然后明天又要交 我现在只做了一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脑袋都大 那这样 那你把剩下的资料发给我吧 我来帮你翻译 不要了 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啊 我是为了酒痛 你想想看 以你现在的状态 能把稿子翻译好吗 你要真这样说的话 那我就真发给你了 这是小事一桩 赶紧发过来吧 早点睡 谢谢萧社长 又叫社长 谢谢萧官 那个回去我请你吃饭啊 赶紧发过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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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